今年我比较喜欢天猪葵 我收集了很多品种的天猪葵的小苗 现在这个花开的是特别漂亮 今天我又买了一盆比较特殊的天猪葵 就是这个 这个是青纹草 青纹草其实它也属于天猪葵属的 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香叶天猪葵 青青的维维这个植株呢 确实有一种特殊的香气 这种香气呢蚊子比较讨厌 所以呢可以放在阳台上 也起到一个屈蚊的作用 又植物屈蚊呢 其实在古代呢也是比较常用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本小说 是前年比较流行的一本狼独藤 我是比较喜欢看那个 那个是在大草原 那边呢是经常闹这种蚊栽 那蚊栽呢 它们经常用这种植物屈蚊 它们呢是用的是艾草 就是把它放在篝火上 然后这个熏出来的这种烟呢 是特别能驱蚊的 艾草呢 其实啊在我们这边啊 就属于一种杂草了 不过如果在家里养上一株 这个驱蚊草 指望来驱多少的蚊子 其实也是不太现实的 因为这个植株呢 本来就比较小 这个蚊子啊 可以从四面八方过来 可以绕过它再过来了 不过如果把这个千鲁鲑 养它爆盆的效果 不仅美观啊 还可以增大这个驱蚊的面积 也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看这个驱蚊草 这个叶芊是不是也特别的漂亮 养护这个驱蚊草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它呢也是喜欢充足的光照 和这种天竹葵啊 是性质是差不多的 在温度上去三十多度的时候呢 就要给它减少光照了 给它遮阴养护 因为这些天竹葵呢 也是比较怕热的 再一个呢就是浇水了 如果是我们在室内养这个天竹葵呢 浇水呢 一定要等到盆土干下去 两三厘米再给它浇透 防止浇水过多呢 引发这个积水烂根 这个呢就是施肥了 如果我们想把这个天竹葵呢 养到这种爆盆的效果啊 其实啊 也是要给它一定的肥料的 它呢主要是棺叶的植物 我们不需要它开花 我们需要它长一大片叶子 施肥呢 我们可以在它的盆土啊 表面给它撒上一些 这种多元素的复合肥 或者是浇水的时候啊 给它兑上几粒就可以 每个月啊 给它浇上两次就可以 也可以用这种高弹高甲的肥料 这个呢主要是促进植株生长 如果是我们养的这种 看花的这种天竹葵呢 施肥呢 我们就要给它施 磷甲肥为主的肥料了 可以在盆土表面啊 经常给它撒着这种 奥利二号的这个 以磷甲肥为主的缓施肥 让它在开花的同时呢 其他的养肥啊 也不缺施 平时啊 可以给它拍一拍这种 磷甲肥这个花朵呢 会开得特别多 特别鲜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 如果觉得 说的